很多人腿踢不高 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拉伸 不知道怎么去练习你的韧带 今天告诉大家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虽然简单 但是天天练效果一定很显著 第一个方法正下腿 脚放在上边 脚尖往回扣 如果你的韧带还不错 可以放高一点 然后身体向前 这样去练习 注意一点几个细节 第一个背腰挺直 第二个下巴要往前 而不是头往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也很多人会做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侧边压胯 压过来 手扣住这个位置 把你的胯完全打开 再往下 OK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把脚翻过来 翻过来向后 这个方法呢 其实很多人都压不了 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们这边呢 会受力 而阻挡我们的拉伸 但恰恰我们就需要这样去拉伸 才能让我们的腿更灵活 OK 这就是三种非常简单 且常见的一个拉伸方式 每个拉伸呢 大家可以坚持 三到五分钟 如果你不是按时间来算的话 你就可以用次数来算 比如说 三十到五十次 然后反复 做上三到五组 左右腿都是一样 坚持就会是胜利 你懂了吗